我跟一群朋友 还有 亚瑟 亚瑟 没有 亚瑟在家里 然后我们就去一个 可以大家一起看世俗赛的一个酒吧 我现在要打一张给他 然后要跟大家讲这一个故事 他每次介绍怎么认识都要 把这个人抠出来 喂 喂 哈喽大家好 我是培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就是我们的 情侣QA 高明 我是亚瑟 你好 要回答大家的问题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问说我们怎么认识的 先从我们怎么认识的开始好了 就之前工作的地方啊 就是会拍很多网路上的网红们 像是作品啊 也会邀请他们拍作品 然后或是帮他们拍一些商案 对啊 然后就会有接触到 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有印象 我有印象 然后呢第二次就是我去他们的前工作室 就是拍影片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那一天拍的人是他 但他一直说他没有拿相机拍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我负责拍的 所以都不是我在拍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你在拍 而且那时候我还很少拿相机 还是有人去上厕所 然后你帮忙看一下 可能我就是在装忙吧 装忙看相机 我帮你看一下这个 他一定是装忙看相机 一定是 我帮你看一下这个 然后其实也不见得看得懂 有人跟我介绍说他是高明 我是佩佩 然后我们有打个招呼 这个部分你有记得吗 我忘记了 好反正这个部分我有记得 我可以打到 好 对 事隔了 就几个月吧 几个月吗 两个月吗 两三个月吧 好 但是在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个故事 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我现在的对象 所要有的条件 要有哪些 我现在有点累 我现在 因为我今天就是拍了一整天的拍摄 我现在就会没精神 所以我现在要打起精神 好 什么问题 就是那时候呢 我就在想我的下一个对象 是要什么样的形体 条件 是什么 好 就我有在脑中想了一遍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就遇到他了 然后他就是有符合我讲 我自己想好的几个条件 这个我好像没有跟你讲 有啦 你有说什么同行的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想要同行的 然后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然后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 我脑中不知不觉 不是不觉 我脑中突然 我脑中突然就浮现他的名字 而且超奇怪的 一直以来都会有很多粉丝就是按我赞 然后那天我就突然停留了一个人 然后他叫高明 是我吗 不是你 不是我 但是呢我以为他是你 嗯 对对 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 但是我就有想到你这个人 嗯 对 只是就是想过去了 化过去 脑海化过去了 对 然后也没有怎么样 而且他那时候在工作室的时候 就是有私讯我工作上的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 哦 对啊 对 他很帅喔 很帅 因为那时候有经纪公司 所以都是有经纪人会回复 所以我就没有管 很帅喔 对 因为他那时候是窗口 对对对对 我跟所有的人要联络 然后我就没有回复 少数少数没有回复的 真的假的 你是少数的 天哪 大部分都会回复 但是交往后我有回复 而且交往后我有回复 交往后我有回复 交往后我有回复 交往后我也没有在那里 那时候状态是怎么样 在跟我交往前的状态 很轻轻的人学 你要学习要怎么跟他们学习 但又要适时的照顾他们 对啊 很矛盾的状态 心理要调整 比较晚跨入现在的影视行业 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工作为重 没有特别想要谈恋爱 有也不错啊 可是工作很忙 有也不错 对啊 前情提要大概是这样 为什么会相遇的那一天 就是有一个关键人物 我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他 好 对 那一天是这样子 那时候呢 就是在世俗赛的期间 我跟一群朋友 还有亚瑟 亚瑟没有 亚瑟在家里 然后我们就去一个 可以大家一起看世俗赛的一个酒吧 我现在要打电话给他 然后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现在要call out 亚瑟有反应 喂 喂 喂 甜牛现在有空吗 他每次要用奇妙打招呼方式 我们刚刚讲到说 就是有一个关键人物让我们认识 然后就是你 哦 真假 对 你知道为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 屁啊 是我推荐的吗 不是你推荐的啊 但是你是一个主要关键的原因 我关键原因 对啊 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去一个酒吧吗 嗯 然后我们在看世俗赛 然后你那时候脚上穿了什么 哦哦脱鞋啦 脱鞋上次 终于想起来了 哦哦这个我想起来了 对 那你那时候 就是因为不能穿拖鞋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自己穿拖鞋去 然后后来进不去那酒吧 我想说那我就回家 当下所有的朋友局就说 哎这样子很扫兴耶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高明好像说 要跟朋友再一起来 反正我没有共同朋友 对 然后高明就说 要不然他帮我带鞋子来跟我换 哈哈哈 对 而且你记不记得 我好像本来没有要去 我记得 好像本来没有要 没错 本来很累 本来很累 对想说 欸好吧既然都有去 那就顺便带个鞋子过去 对啊 记不记得 你其实被赶出来两次 你记得吗 哦对啊 我还偷偷跑进去 我真的很对不起 而且他这么大一个个 我们就是偷偷换了鞋子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朋友布鞋 给他 进去之后再换回来 然后又被抓到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超惨 然后那时候大家 因为还不能移位置 然后我想说 啊算了 我难得穿鞋子进来 我就先坐在这个位置上 让大家把座位拉过来 对 还站位置 主持人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看然后就走过 欸不好意思 也有那个 呃因为我们坐纸 哦他有认出你哦 有 然后我就想说 靠北 我前面已经弄了拖鞋 然后已经被盯过两次 还站位置 人家移座位 这个胖子真的很討厭 对而且就很没品 然后仗着自己 知道工作人物 还在那边站位置 对他可能会这样误会 欸好 后来每个都跟他抱歉 对他就是铁牛就是后来 每个服务神都跟他们说不好意思这样 对总而 可是我问一下 我真的是你们的那个关键哦 因为你穿拖鞋进去 所以高明才会来送鞋子 嗯 因为铁牛那天有招走 他可能没有follow到后面 发生什么事 哦后来后来我们有转场 然后你好像就走了吧 对谢谢铁牛 那个我这边手机还有一张你的照片 我之后再截 哈哈哈 好啊那你传给我 是我习惯的照片 好拜拜 好好拜拜 拖鞋之恋 拖鞋之恋 而且铁牛那时候是穿那种就是 拖鞋加袜子好像很帅 然后就一直被赶出来 好像什么 美国的那种风格 他问我说 欸你看得懂吗 嗯 然后我说 对差不多 就是他就耍帅 然后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你那个齁 就看那个分数 然后就好像很厉害 我没有耍帅 我只是讲 不然你在那边多无聊 好 哦你是看我一种无聊是不是 对啊因为去看世主啊 啊你要看我们董不生无聊 不会啊我看你们就好了 看你们很开心 好 我的兴趣是观察人类 好的 好 敷衍王啊 就已经要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去外面 然后就有喝了一点点酒 坐在大马路上 坐在大马路边 他就在那边乱七八糟过 嗯 就可能很多事情吧 就是可能感情的事情啊 或者家里的事情 对啊 然后我就把衣服借他擦眼泪啊 你衣服借我擦眼泪啊 有有有有有 我只是记得你有拿卫生纸给我 有 我有拿衣服给你擦眼泪 真的好不好意思 发疯的状态 他是在起酒笑 没有起酒 这个我把剪进去了 哈哈哈 借我外套擦眼泪 嗯 然后呢 给我卫生纸擦眼泪 然后一直跟我讲说 没事没事 擦眼泪啊 他就这样子 那还好吧 这样不要哭 这样子啊 因为 因为大家东西都擦完了 哈哈哈 没有东西擦 我原来是这样 大家东西都擦完了 他是我以前也交往一个很久的女朋友 对啊 我懂你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子 带卫生纸的男生 就是打加分这样 嗯 因为我本身有过敏 哦 那天我们就有加了LINE 然后后来就有 持续的在聊天 一般人 对于一个女生 我们交往这么久 然后刚分手 可能会有点退缩 嗯 对 可能他平常没有在看YouTube频道 对啊 所以他没有什么follow 我们认识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问题 现在是要回答问题喔 对啊 这支影片可能就是上下集好了 嗯 剪上下集 好 下一集想要看网友们的问题的话 就是在 下一支影片看啰 下一次看得到 好 好 那 我们今天的分享先讲 哈哈哈哈 大家赞欢 什么啊 不是 这个不是要QA吗 然后我们再拍下一支影片 好 下一集来咯 下一集来咯 哈啰大家好我是裴薇 今天呢要来回复一下 网友们的问题 就是我上一支影片说的 这一集会跟大家分享 没有上一支影片是说 上一集要跟大家分享 什么意思 就是上一集要跟大家 回答QA 对啊 上一集原本是要回答QA 但是殊不知 我们认识经过讲太久了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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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